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2025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中国昔日首富宗庆后去世,享年79岁 德国之声 中国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去世,享年79岁 1987年,宗庆后创办了娃哈哈公司 生产瓶装水、软饮料、茶叶和其他产品 2010年,他被福布斯评为中国首富,净资产80亿美元 宗庆后在40多岁时开始创业,向儿童销售软饮料 他的公司现在拥,有超过3万名员工 尽管很富有,宗庆后声称自己每年的生活费还不到6000美元 理由是他从毛泽东的教会中学到了节俭 为什么中国投资者难以保住海外房产 南华早报 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全球利率上升 从银行借钱购买海外房地产的中国投资者 正难以偿还抵押贷款 许多人被迫出售海外房产,造成重大损失 据估计,出售海外房地产的中国大陆人数量 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 中国经济低迷也影响了投资者信心 导致海外投资更加谨慎 国内的房地产危机动摇了信心 开发商难以偿还债务并按时交付项目 中国强调零工工人权利,美团滴滴成为焦点 南华早报 中国政府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 要求网络平台加强对零工工人权利的保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指导意见规定 配送、网约车、交通、家政服务平台经营者 应当保证劳动者工资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并为其提供休假 指南还规定 如果工作时间超过约定的最长工作时间 平台应发送推送通知提醒工人休息 当局发现 该行业仍存在突出问题 包括工作时间过长 最低工资标准不明确等 由于消费者需求疲软和市场饱和 中国的零工工人一直面临着工资和工作保障下降的问题 政府一直在推动加强对零工工人的保护 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例如职业培训和职位空缺信息 美团和滴滴等行业领先企业 也一直在加大对零工工人的激励力度 中国海警在台湾金门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巡逻 日本时报 继本月早些时候发生致命事件后 中国海警周日在台湾控制的金门群岛附近进行了巡逻 此次巡逻被形容为执法巡逻 旨在维护相关海域秩序 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月14日 一艘中国快艇被台湾海警船追击 导致中国快艇轻浮造成两人死亡 社会规范真的是女性就业率低的主要原因吗 日本时报 文章讨论了中国和欧洲改变女性身体的历史习俗 例如缠组和穿紧身胸衣 以及这些习俗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尽管有这些做法 中国目前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仍然很高 一些欧洲国家在性别平等方面也排名靠前 拜登或特朗普对华鹰派经济政策加强 日本时报 在瞧拜登总统的领导下 美国对华政策变得更有针对性 转向技术限制和投资限制 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存在分歧 但分析人士预计 无论拜登还是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是否赢得连任 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都会变得更强硬 华盛顿的压力方向可能会更加加强硬 中国禁令后 日本海鲜出口目的地多元化 日本时报 由于担心福岛核电站处理水的泄露 中国禁止日本海产品 日本渔业正在寻找新的出口目的地 该禁令导致该行业许多企业的销售额大幅下降 迫使他们在其他国家寻找新买家 Yama Haru是受影响的企业之一 其销售额减少了一半 目前正在探索新的领域 以减轻禁令的影响 随着汽车需求降温 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面临库存和产能过剩 南华早报 分析师表示 中国电动汽车EV电池市场 正面临产能过剩和价格战 导致二三线制造商亏损 需求正在降温导致库存趋化 一些规模较小的制造商可能会被挤出市场 而规模较大的公司可能要到2025年才能引力 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由于供应过剩 礼合电池的价格在2023年暴跌 今年中国电池价格可能进一步下跌10%至15% 中国公布新载人月球飞船着陆器的名称 彭博社 中国航天局公布了其新型载人飞船和月球着陆器的名称 以执行2030年前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的任务 这艘飞船被命名为梦州 意思是梦想的船 而着陆器被称为揽月 意思是拥抱月亮 这些名字是从公众近2000份提案中选出的 计划用两枚长征10号运载火箭 将飞船和着陆器送入月球轨道 他们将在月球轨道上相互对接 让宇航员进入着陆器并登陆月球 飞船、着陆器、运载火箭的研制 目前处于初步样品阶段 出租朋友 中国年轻人出租时间赚取外快 日经亚洲 日益增加的压力和孤独感 正在推动中国兑付费陪伴服务的需求 该国许多年轻人不愿意与朋友或家人 分享他们的问题 而专业的心理治疗对大多数人来说太昂贵 因此 他们愿意花钱请人倾听他们的担忧 并提供情感支持 抖音和小红书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已成为人们宣传其付费伴侣服务的热门场所 提供的服务范围广泛 从简单的陪同客户去看医生 到为客户倾诉日常问题提供倾听的耳朵 由于经济复苏缓慢 失业率高企和社会压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付费陪伴市场正在经历快速增长 用作猪饲料30年后 中国对松露的需求激增 南华早报 中国松露产业近年来增长险着 2021年出口量增长58.6%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松露出口国 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 仅云南省的松露产量就达到全球年产量的10倍 法国 然而 人们对中国松露的质量感到担忧 因为中国松露的售价远低于欧洲松露 中国农业科学家也在努力通过培育白松露来扩大该产业 目前产量约为两吨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和动态 6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6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6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 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 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 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Lofonese海滩 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 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 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 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波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 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请不吝点赞